诸位也许看过山西小院 那一些的癌症的病患 医生都放弃治疗 但是他们一心放下 对于疾病的这个念头 不再想这些了 专心读经念佛 居然在很短的时间 他的病就好了 再去检查 没有了 社会一般大众认为这是个奇迹 现在我们读了这篇文章 知道它有科学根据 如果能够在越多的时刻 保持乐观 享和喜悦感恩的心情 避免愤恨 不满 妒忌不安 怀疑的情绪 久而久之 身体就越来越健康 免疫系统越来越强健 越来越不容易生病 正向思考的神经系统 也会越来越发达 想法就越来越乐观 越积极 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循环 很多疾病 都是因为自身细胞不健康 而变得难以治疗 那么身体细胞的变化 都在我们的念头 我们念头上 身体细胞都会变成很好 如果我们念头邪恶 我们身体细胞就变成 带着病毒 这个道理要懂啊 随他引用 厌于所谓 好人好自己 坏人坏了自己 世上没有损人利己的事情 损害别人就是损害自己 人要想真正健康幸福 要用爱 感恩和祥和的心 代替所有的怨恨不满 愤怒和病态的心理 这是科学家的 跟我们做出报告